5月8日 台湾民政府高级班研习会正式开始 全题请起立 演奏台湾民政府临时代表歌 这首当地是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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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my hand And walk this land with me And walk this lovely land with me Though I am just a man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Though I am just a man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To make this land our home If I must fight I will fight To make this land our own Until I die This land In mine 演奏日本國歌 We are useless How, You be You do it You have, you're up You have, you are stärks You have, you're up ятель 祈禮神よ 今を届いて 演奏美国国歌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ly we hailed at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As bright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ough the perilous fight O'e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streaming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at was bursting in air B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 Who will sing as the stars in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O'e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streaming 宣讀台灣民政府的主張吉利場 1.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是 依據國際法理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美國總統握有台灣佔領權 美國總統有責任循萬國公法 實現台灣地位正常化 2.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是 遵守國際法 包含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3.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種方法 使流亡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4.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是 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推動的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前提請坐下 現在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台灣民政府的大家長 林志生秘書長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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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啊 您沒有帶初級班 直接請跳 跳高級班的野手 我怕我有話說 你們聽不懂 所以我簡單說 這個初級班最重要的 說兩點事情 第一就是說 減贏不能移轉出款 初級班我們都很清楚 剛開始都不清楚說 台灣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如果沒有 大家都搞不清楚 拿筆片給你們看 你如果說 台灣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是見下見書 台灣人都不知道 簡單的這個問題 問在這裡 全班都差不多 三分之說有 三分之說沒有 三分之說他不知道 死後 如果這些人 白尾要放在哪裡 都不知道 這是台灣人很可憐的地方 所以你們 上禮拜應該有看到報紙 很老的 這片你有沒有看到 會怕手 台灣 你有看到嗎 蘋果日報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會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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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日報 自稱說銷售量很大 竟然你都沒看到 這張報紙 是在這個 做 五月櫃 三 今天五月櫃 八 五天前 看出來 在第二版 這樣有到大批 有嗎 有 蘋果日報 看這麼多大批 還有幾半都沒看到 看完之後 對我們台灣民眾有影響嗎 沒有 好奇怪 普通如果報紙給他寫這麼大批 不是什麼大批 就跟他約談 換他找麻煩 國稅叫他找麻煩 台灣民族 給他寫這麼大批 都沒有 憑良心說 裡面所寫的 差不多百分之 九十五都政策 只不過是他的標題 實在黑白寫 標題是什麼 台灣民進府 虎四萬人 虎就是什麼 虎 虎 虎就是什麼 虎 虎就是 虎虎 虎虎 虎虎虎 有四萬人來參加 有啦 我們的新聞情 差不多四萬人 裡面很貴分 他說免學會 配房屋 這點是翁師師 只是 永部隊 台灣民進府 有部隊 淨自稱 美國認可 美國AIT 怎麼都沒有來抗議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會不會 因為這美國 很穩固的嘛 你說 美國已經允許 為什麼 美國允許 因為台灣民進府 2006年 10月24號 我們控告了 我說 這批 實在有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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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單位 我告訴你 國安宮 交集這些媒體 都總來開會 他說 欸 台灣民進府 你不要聽說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你們外部 他說 他們都不敢 他說 我們 輪流 由媒體開始輪流 跟你說台灣民進府 所以剛才開始說的是 什麼人跟你說 年代 年代公帥 東森 東森 公帥 三立 三立公帥 都輪流 輪到五月簽衣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我覺得他做的就是不錯 他為了要求他的真實性 他派人 高級來上課 那不錯啊 很好啊 因為 我覺得說 因為我們台灣民進府 這關課 是一向 隆重公開 什麼人來上 都沒關係 不管你是共產黨 你是國民黨 國安局 調查局 警察 軍人 都可以 但實際上 我們台灣民進府的課 幾乎所有的行業 隆重有 在這裡上過課 台灣民進府的主張和立場 你們有沒有看到 非常重要 我們不主張暴力跟武力 我們不必去跟他結合 我們用什麼 用一支筆 加工 那就解決問題了 我們二月二八 我們再一個禮拜 控告美國 所以你們每一個人 你們現在開國旗班 你們開國旗班 你們就要上我們台灣民進府官網 我們現時台灣民進府 近日一種非常不尋常的狀況 就是二月二十八號 我們控告美國 三月十二號 在美國基行記者會 在美國黃森燈舉行記者會 五月十七號 在要到了 今天去找八 還在九天 我們在東京 要再辦一個 國際性的集會 和記者會 現時日本人要來參加 差不多一百五十個人 太多人了 已經一支了 稍等稍等 已經太晚了 來 我要讓我們大家 再看一次 二月 三月十二號的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 非常的要緊 因為這段壓批 全世界已經有超過一億的人 看過 我們現在來 看我們的記者會 我們控告美國 是個生命的東西 來給你看 稍等有中國的懷疑 我告訴你 現在這段是 緊線來的 大聲一點 是 台灣人 希望一天 她可以 improve justice 台灣人 之後 她結婚 她成功 成功 成功 做出與 第二次 抗一些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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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经受过后,在这一刻,她和她的婚姻一起导致 美国的美国的美国,为了解台湾的 从侵犯罪人的法律。 最后,她的目的目标是为了解台湾的 国际的 status。 请我来专业的名字。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Julia Lin. It is my honor to make these brief remarks to you and all the world on behalf of myself, my husband, Dr. Roger Lin, and the 30,000 members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which filed a lawsuit for a declaratory judgment on February 27, 2015,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ur lawsuit was filed here in Washington when it was February 28 in Taiwan. That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 and the Remembrance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228 Incident or 228 Massacre. Beginning on February 27, 1947, Taiwanese protesters were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the KMT-led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killing began on February 28, many thousands of civilians lay down. This is how the KMT's white terror period in Taiwan began, a period in which thousands more disappeared. The 228 Massac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rsonal events in our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When my husband, friends, my co-workers, and I think of these events of the past, we think of also of our present, when we think of our desire to no longer be deadless. In 1946, the ROC nationality decrees imposed up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a nationality that he never offered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illegally depriving the plaintiffs of a recogniz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were delivered and enforc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stripp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their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the imposing a nationality of ROC are invalid. Our fight is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in Washington, D.C. It is about degrees that were enacted decades ago that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ve affected our lives every day ever since. On a human level, this lawsuit is about the personal identities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my co-workers and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all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ffords us the same basic privileges as most of the citizens of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we or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re able to have a say in. Imagine that going to bay with one nationality and waking up with a new one being told No, you cannot keep your home and identity in one's head being told No, this new identity that you never asked for never agreed to is not settled cannot be settled anytime soon being told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is world may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llows him or her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freely and then to come home and to belong But you cannot There is the basic sense of not belonging completely anywhere and we have lived with this now for generations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ar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of a decision made so many years ago to change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 identity overnight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have international rights that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our families and that the decision to take away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ity has been allowed to stand to hold us for so many years Thes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I will lead you now just one of them As it is written 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Firs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Second, no one should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invalidate these nationality degrees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exercise ou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determine for ourselves and our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re are many roles many tragedies of the past which may cause us pain even today but which we cannot undo The nationality degrees of 1946 are a real kind of wrong injustice which we believe can be undone We intend now to fight to undo them God bless American God bless Taiwanese Thanks for all your coming and please support human rights for u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We are the first time 2000 空洞 二十月二十月 空洞 美國 破壞到五點 因為這是民宿 民宿就要破壞什麼 破壞到1234 他打官五點,五點是什麼? 第一,本土台灣人,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性的政府 第三,本土台灣人要再生活在政治的聯絡 什麼叫做政治戀獄? 政治就是什麼? 就是一般人的事情 眾人的事情,叫做政治 所以台灣人要再亂講,要你選舉 你明明台灣人,但是你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中華民國立法委員,中華民國委員 你不選過台灣人的總統還是不是 有選過台灣人的總統,你怕手? 沒有嘛 台灣人沒有總統嘛 那個總統叫什麼?中華民國總統嘛 最初把我們騙的就是什麼? 來自台灣的總統 啊台灣就沒有總統啊 那不是 第四點 美國發言聲音喔 台灣又是美國軍事政府的簽名中 有人就說奇怪了,我就都沒看到美軍 我現在跟你們說,你們在哪裡看美軍? 青春艦 高雄的公山 高雄的公山 那個軍艦 左營軍艦 左營 還有加山機場 屏東的機場 華民現在到處 你看美國兵 老到白頭那些 那都是美國兵 現在最少最少 超過兩千到三千人 在台灣 你說你沒有看到美國人 其實七月四號 他要舉行一個軍演 我個人認為 那個時候美國會大量在台灣 最好的例就好 你們從高雄來的走 高雄的 好 你們高雄 大家知道美國舅舅 在崔環路 高雄去崔環路 有崔環路 崔環路的美國舅舅 現在就蓋好了 要是合周 helps 多少人 最少在第六千人 全部 的美國舅舅 最少是在第六千人 左營向學生 高雄三年 你會覺得奇怪 台灣所有的舅舅都在減機 我們獨獨美國校正班是什麼原因 美軍要進來的關係 我跟各位說 A.I.T.在萊鵬那個地方 金五路一百號 要進駐八百名的美國海軍陸彈隊 你們會覺得 都沒有聽過 但你們不用擔心 美國其實從頭到尾 所以由美國美軍顧問團開始比較嚴厲 美國從來沒有離開到台灣 因為我們了解了建政法 我們去控告美國 讓美國感覺說 我們台灣人已經知道 所以台灣這個土地絕對安全 中國絕對不會去打台灣 雖然有時候布袖寫到中國不會是很差的 但是中國已經知道了 過去的中國都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不對 四年來他還沒說嗎 他現在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他說core interest 那是標示什麼 他沒說核心 我也看不到 那就是因為 中國人知道台灣已經離開了 台灣以前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青條的胸皮我給你們看 你不要看那個青條 初期版都有看青頭的上片 我給你們看一次 來 看台灣 青條的胸皮 你有看這個胸皮嗎 這張上你不要再看嗎 我們讀書的時候都沒有給你看這張 這就是證明說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從來沒有擁有過台灣 台灣的嘉賓怎麼會不去 這是高山的土地 叫做厚山 所以這個厚山這個部分 是都高山做的 中國的統治管理當局 沒有辦法關到這裡 那時候台灣的西部 分成六個屯肯區 中國人有在這裏 但是中國人雖然六個屯肯區 但是那個時候 日本人比中國人更多 所以不是中國人先來 是日本人先來 這你們過世都不聽話 照之前我來講 馬關條約1895年 青條的風地 將台灣拼憂 英文英九 掛念給日本的天皇 從那個時候開始 台灣就是像日本天皇的 聽好嗎 不是像 台灣不是像日本 是像日本天皇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台灣不是屬於日本的 台灣是屬於日本天皇的 日本天皇 照萬國共法的規定 是一九四五年 市委屬於 實施憲法 給台灣人 和日本本土的日本人 對於一樣 權力一樣 給台灣人有參政權和參政權 那時候有三個人 可以做日本的參議員 五個人 可以做日本的衆議員 到那時候開始 一九四五年 四月初一 台灣這個土地 就是已經變成日本天皇 它的名堂 台灣的人民 已經變成日本的 日本天皇的皇民 你給大家注意看 皇民這兩年最近很紅 你也沒有注意嗎 中國那個 一個 一個 華僑 一個 十五四年 董 哪些皇民 有沒有 有的人看不見 台灣人很不愛信念 說 你跟日本有關係 但是沒辦法 我問你 你的老母 如果是起家 你要信念他嗎 假設 你的老母 如果是起家 你要信念他嗎 要信念他手 都也要信念 我也要信念 你的老母 起家 你就是要信念 你的老母 如果是 王英勤 你要信念他嗎 這絕對賠 賠了 賠了人去手 有人賠了 別嫁 別嫁 就是沒有管理 也要想管 看看怎麼管理 這就是人 因為中國的教友 扣本跟你說 日本竊贈台灣 聽說這個竊贈 大家很討厭 所以一個聽說 民進府說 做台灣 要更像是本土 大家 內心在地 很自然的 產生反抗 其實你不要反抗 這是屬性 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這個土地 由馬關條的開始 加強 加強力為止 古金山河平條 有任何一個條件 說 台灣把官僵出去 沒有 所以我跟你說 台灣現在在插 你馬英勇出賣台灣的主權 馬英勇出來說 我沒有台灣的主權 電視只剝出一隻而已 說屬性 主權 不是在馬英勇的手上 所以我常常上課 都跟你問一句話 很趣 你都答錯 已經在 初級版有上課 你現在一些 不要上課 初級版來騙一下 你點不點 台灣是台灣人 台灣對不對 對下去 我說一次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不對 對的請舉手 這一個而已 兩個 走比較高的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不知道的走手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 啊 不對的走手 台灣是台灣的台灣 不對的走手 啊 你沒有走手 有什麼意思啊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如果說到這個 我這樣 想給你 在那些學院 每次都成功 不管怎麼想就成功 那天 蘋果日報的記者來 他說他學生 我們一個大師 我們一個大師 就告訴他 他說 你高多少錢 可以做這個 滾手 他說 看得到鬼 我們在科技 他說科技 哪有什麼困難 我是學生 很簡單 我們的滾手 我們來挖 一條就好了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不對 那個公主要說 對 我怎麼不對 怎麼出來他問 國兵飯店 是躲在國兵飯店的人 對不對 再說一次 國兵飯店 是躲在國兵飯店的人 對的走手 有對的走手 這都知道 因為 叫你拿所有款式出來 你拿出來 絕對拿不出來 對不對 那台灣是台灣人 拿台灣的所有款式 拿出來多少 你拿出來 你拿出來 沒出來 什麼人拿出來 日本天龍 他還放在他們家的堂室裡面 堂室你知道嗎 堂室的 是我 唱你他們家的是我 因為媽媽看到了 有管理 決定台灣的人 是什麼人 台青的皇帝 這個土地 掛給日本人 日本的皇帝 日本的皇帝 收起來 在土地實實現法 這樣 台灣人 在土地以人來說 變成日本的皇民 所以董太太 董媽媽 講的沒有錯 你們這些皇民 跟連前 跟那個 好婆村說的 都一樣 有時候我在那裡 上幾本 學員聽 半信半疑 人連前 跟好婆村 聽我講一次 都知道 你知道嗎 我們是皇民 如假包放的皇民 就是說 在法理上 我們所有的人 都是 日本天皇 他的姓名 不是當他的大臣 就是當他的子民 所以美國的法理 打掛第一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是因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 中華民國 發佈行政命令 讓你看看 行政命令 我們讓這張 害得了 嚇死了 這我一初期辦的時候 一定很強調這點 我再一次給你聽 查 台灣人民 援系我國 國民 這句話就放屁了 我們當時是 中華民國國民 我問你呢 我們的老爸 我們的老母 我們的阿公 我們的阿嬤 從來就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因為 中華民國當時生日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二年的時尊 台灣又是什麼人的土地 日本天皇的土地 我們的阿公阿嬤 老爸老母 都都是什麼 日本人千真萬確 所以 圓系我國國民 這句話就跟你騙了 都用什麼 用狗要跟你騙 來 以受敵人侵略 日本人說 我怎麼會跟你侵略 你是建金抒發 掛台灣這個土地背上 你 我用一個不正確的例子 像拔掉幾歲的時候 有的人會中出 豬 豬給人 對不對 這就是不正常的例子 所以有人說 你幫我牽著 你幫我扒 所以我這個名字 不是這樣 你簽約的時候 到有人拿簽 去阿日本 簽條的方法 說 你就要簽 你如果沒有簽 我幫你簽筆 沒有了 那是反應 所以蔣介石 你1941年12月9號 他說的 他說對日宣戰 廢除不平等條約 我小時候覺得 好偉大 路邊現在知道 怎麼有偉大 政經所簽的條約 都是不平等條約 政經有能簽的平等條約嗎 一定有人建議 有人建輸 對不對 建輸的 所以就要簽條約給別人啊 所以條約絕對是不平等 你都不要簽 你不要簽 就把你消滅 就把你消滅 你聽得到嗎 所以有很多人來這裡 上課後 那個腦袋 開開了 開開的意思不是 叫人打開了 是說你的嘗試知識 得到一個新的概念 自喪失國籍 建經 佔領 不得移轉主權 所以台灣人的國籍 不會喪失 不會不下 因為你把他簽條 不能將我的國際拿到 知國土崇光 台灣人 建經失敗的不是 二次世界大人 建亞建樹 輸啊 輸啊 輸怎麼說國土崇光 輸就輸啊 台灣輸啊 對不對 其原有我國國籍的人士 自民國 十三十五年的一九四五年 十月二十五日 其疑慮 恢復我國國籍 本來就沒有 中華民國國籍 不用它恢復 我們怎麼恢復 我們怎麼恢復 我們的阿公阿嬤 老婆老母 不用它恢復 中華民國國籍 我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有沒有看過的牛嗎 你有沒有看過的 牛沒有看過的 牛跟牛結婚生 是什麼東西 牛嘛 牛小小小對不對 牛跟牛結婚生 會生雞小小小小 會不會 不會嘛 阿雞跟雞結婚 會生什麼 兩啦 那是雞兩啦 但孵出來 是雞小小小 對不對 對不對 美國人跟美國人 小小小 是什麼人 美國人 老婆說台灣人跟台灣人生出來 變成 中國人 你不會奇怪嗎 你只要這樣想 你就可以說 要夭壽 喔 卻騙了 那不是 所以中國人 在台灣的交友就是騙 騙 騙 本來是中國國民黨你騙 就比較難了 那副本來是誰 現在陷害了 民進黨也在騙 民進黨叫做中華民國民進黨 民進黨的當中第一條什麼 台灣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 中華民國 那其實 現在有中華民國嗎 沒有 中華民國 參加世界的組織 用什麼名字 說中華台北是騙的 我跟你說 你看那個英文 英文是 Chinese 台北 你不可以簡化 我跟你說 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台灣是中華民國 跟你接名 所以Chinese 台北就是Chinese 中國 Exile 流亡 政府 政府 在台北 中國 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有的人 躺到這麼大 要問這個 說一下 更簡單 來看看 我們參加 世界貿易組織 用什麼名字 獨立關稅領域 對不對 獨立關稅領域 我初期版 我有跟你們講過 獨立關稅領域 知道意思嗎 走手 欸欸欸欸 你們討論 拋起來 我有跟你們講過 什麼叫獨立關稅領域 我跟你們講 獨立關稅領域 其實 其實 這個名詞 李登輝也不懂 我沒有跟你騙 李登輝問我 你問我 你問我 為什麼台灣叫獨立關稅領域 你當時參加WTO的時候 是 世界貿易組織 你派那個蔡英文去參加 還不是 蔡英文回來都沒有跟你講嗎 他說沒有 蔡英文回來都沒有跟你講嗎 蔡英文回來跟我講 給我報告 他說美國人叫他 用這個名字就好了 就通過了 就用這個名字 所以蔡英文也不知道 他問我 我跟他講 關稅領域 這個名稱就是 被占領地區 叫做關稅領域 這個名稱從哪裡來 當年 美國跟墨西哥建進 墨西哥的一個城市 的都市 間口 叫美軍占領 裡面的老百姓 做生意要交稅金 不知道要交給什麼 是要交給美國的占領軍 還是要交給他的墨西哥 這個民政府 老百姓 國區法院 最高法院 法院就跟他說 佔領地區 叫做關稅領域 你問說 台灣怎麼獨立兩個字 因為 台灣跟平洋 兩個土地 兩個土地 是跟日本分開 這是日本天狼的土地 所以這是分離 但是金門跟媽祖 是中國的土地 因為它是中國的 叛逃的兩塊土地 開出這兩塊土地 獨立 所以 金門媽祖 跟台灣跟平洋 這四個合佩 因為中華民國在通地 所以說 獨立關稅領域 就是這樣 你不要這樣 這邊聽 那邊過去 你知道這點 你在外面 就很淺 我告訴你 不管什麼 撲手就一樣 他絕對不知道這些東西 所以台灣就是 一直 跟你說中國絕對不會拿台灣 發音也要打招到不用 就聽到大家都這樣 你聽好了 所以中國絕對不會打台灣 你放心 不管你有什麼東西 那個寮蓮號 寮蓮號 我都叫他寮蓮號 寮蓮號是全世界 十一個國家有航空母艦的 唯一一個 國家的航空母艦上面沒有飛機的 航空母艦是要創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要對飛機 對飛機去跟比較靠近敵人的地方 背起來去把它放著 你來看 這個寮蓮號 這個 沖得很漂亮 本來是很舊的 這買人舊的 買什麼人的 烏克蘭的 烏克蘭 將它裡面的引擎 跟飛彈的部分都把它炸掉 本來是這隻 烏克蘭解體的時候 說要招標 要讓人買去拆盡 這個中國 叫他的生理人去把他拼 多少錢 兩千萬買 當然美金不是代表 兩千萬美金買 買的 買的以後 美股帶一塊 對 什麼 你去哪裡中國 買交給 中國的 海軍 他說不行不行 不能走 所以他為烏克蘭那 他只塞回來中國 用一年的時間 不讓他走 來就對了 這隻你看 真漂亮 但是上面沒有飛機 你看看 沒有飛機是要做什麼 沒有飛機要做什麼 好 要嚇你台灣人 我中國有航空母艦 沒有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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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不能看這個 跑道這樣 沒有飛機 沒有飛機 你從飛機 要飛機 每隻都搬下去 他現在 他現在就要 這種飛機 要怎樣 以前是用彈簧 把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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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出去 現在進步 用蒸氣 把飛機 撒出去 幫幫幫 那個飛機 沒有一個可以飛 他的駕駛員 就說 齁 這個起飛這個 好像去撞拼 再來 這個飛機 外面洗腦 要回來了 回來了 這樣就這樣 可以嗎 不行 怎麼說 那飛 有一個藍絕繩 來 那個藍絕繩 給你們看看 這個啦 這個 這個飛 那個飛機速度 很快 你如果飛 沒有用藍絕繩 把舌頭 撞不住 就下海底了 不然誰 自己寫的 總共已經 F15 F15 米格15 26 我告訴你 不是那麼簡單 只有那條塑 中國 中國沒辦法做 又說一個 處理的 他的鋼板 純的鋼板 中國收不起來 所以你不能說 就是中國路用 航空母艦 如果這個國家有航空母艦 如果只有一隻 那沒辦法 要有幾隻 最終要有三隻 才能夠成隊伍 因為一次 航空母艦出了一年 回來 要休息百年 整個 東西的補充 要百年 所以如果百年 百年 要成為隊伍 要三艘航空母艦 所以你要煩惱 我們這四人 中國大家 要看到你們三隻 還很早 日本也很厲害 日本 我告訴你 日本人 全世界現主席 母艦 比美國用的是什麼人 日本 在美國親身告訴我 你們都不知道一個事情 日本人的潛水艇 是全世界非常有名 在世界電線 到最終結束了 美國去捐捏到 日本的時候 發言說 他裡面有三隻的潛水艇 每一隻裡面有三隻的飛機 你聽我的意思嗎 潛水艇 可以載三隻的飛機 還可以藏在裡面 爬起來 飛機要好好好 那個技術到現在還沒有 沒有 蘇聯知道的時候 他也跟美國說 等一下 有三隻 你搬一隻 我搬一隻 什麼人要搬一隻 美國說 沒有 美國更快的裡面 都把他搖一搖一搖 三隻都把他炸掉 不要讓蘇聯拿 我跟妳說一隻臂 我跟妳說一隻臂 日本到現在為止 它的航空母艦 現在出來 服役兩年退伍 服役兩年退伍 退伍要幹什麼 那隻航空母艦 不是航空母艦 航空艦 潛水艇 用一個左四鋼 有一堆土地 那裡 航空母艦 把他吞在海裡 藏在那裡 他現在藏在那裡 他現在藏在那裡 最多有100隻 這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總共 有時候在臭皮的時候 日本的自衛隊 海軍的自衛隊起來就說 你如果敢攻打台灣 我二十四小時 將你服役水面上的尊者 全部消滅 他不是臭皮 我跟妳說 他真的有法度 你怎麼都黏黏 這個破壞就要幫妳討好 那是妳保護台灣的 妳要幫她加油 我告訴妳 我所說的事情 都是事實 你們知道 法國 有一間公司 叫做協和號飛機 聽到嗎 Concord 就是超音速的 由法國 跟紐約 說幾點多久就有了 超音速 現在超音速的飛機 還有嗎 都沒有看到 沒有聽到對不對 因為噪音太強烈了 那間公司 全世界也說 你不能再開了 那間公司現在走在哪裡 妳知道嗎 我跟妳說一個秘密 走在日本 美國做中間人 跟日本的三菱公司 說妳買 買那間公司的圓運 都買過 三菱公司很厲害 妳知道嗎 將那個圓運 改一小瓜部分 噪音傳不去 她用那個 超音速的戰鬥機 做超音速的戰鬥機 一個中隊 放在那裡 普天天基地 所以 美國才會這麼燒肥 妳在中國 妳敢開戰 妳試試看 五分鐘裡面 就割生死了 十八隻 超音速 不是只有F-22而已 F-22是 快 同時 它直接可以鎖定 20個目標 那個 到現在還沒有公開 我怎麼知道 因為 美國軍事政府 都有在跟我們聯絡 有時候開火 我就會把他們 卡層伯給妳 拚捏 妳中國 妳這個美國好厲害喔 妳們武器很厲害喔 她說哪有厲害 上一次四方會議 四方是什麼人 六方會議 就是 美國 日本 南韓 北韓跟中國 跟蘇聯 六方會議 六方會議的時候 中國 跟美國說 這個全世界 就是妳最強 我是第二的 美國 沒有 妳是第三的 哪有第三 第一是誰 用日本 日本 也不一樣 很多 我告訴妳 妳不能看 再來美國 妳說美國 真的有很多的武器 我們都不知道 我告訴妳 簡單的 手機妳們有嗎 妳看 現在去看手機 我們剛才開始的手機 很重的 一支這麼大支 很重的 有嗎 手機 在 在社會上 開始衰用的 頭前 差不多四十年 還是五十年 美國的軍隊 就有那個東西 美國有很多的東西 沒有公開 所以有些人說 什麼幽浮 其實不一定是幽浮 是美國的空軍 它有太多的武器 新的武器 沒有公開 蘇聯東西 就去美國騙了 她在跟她玩什麼 太空遊戲 一直在發展太空 蘇聯當時 太空的發展 太空的發展 是要花很多錢 你知道嗎 花給它破綻 倒下 所以 美國現在也要怪中國 武器競爭 妳試試看 妳不懂 就是說 中國那麼厲害 中國現在 它也有去做F-22 但是它做的F-22 沒什麼一樣 比原來美國的F-22 比較大隻 夾四公車 引擎很大顆 背起來後面 屁股一個紅紅 就是 跟妳說我 妳要拍我 飛彈就拍那個紅紅就對了 美國跟妳說我 我沒有跟妳騙 美國就愛笑 用什麼地方 它都隱藏 都隱形 就是屁股沒有隱形 所以妳不用擔憂 妳真的不用擔憂 不前以外 中國實在是指導 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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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95% 都在美國 都是 台本 都是美國人的爸爸 所以習近平去用攻擊了 不定 他在中 他的後生兩個 調回去中國 人家說 你 習近平 你在攻擊 你的小孩子都在美國 住豪宅 買豪車 你會打仗嗎 攻擊到沒辦法 習近平說 如果妳兩個回來 她兩個孩子說 買回去 回去給我看一個圖 又損回去 所有的 我可以幫妳保證 所有的 中國 95% 都是美國人的爸爸 妳若是美國人的爸爸 或者媽媽 妳看妳的戰爭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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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聽人家說 妳多錢 妳拍手 要做什麼 絕對不戰爭 對不對 妳跟她說 妳的財產沒有不去 只割 妳割 妳割都割 割我們公圖的台灣人 大家很討厭妳 我再說一個例子 給妳聽 美國欠中國很多錢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對嘛 有人說 妳欠這麼多錢 可以用台灣去換 大家會煩惱 對不對 美國妳欠 摸一人 如果欠我很多錢 我說妳欠錢沒關係 妳不用了 妳去家裡給我 中國 欠美國 又欠又欠 又欠 越多 美國的副總統去 北大學先問 請問副總統 妳美國欠我這麼多錢 這些錢安不安全啊 妳會不會還啊 這個副總統都給她回答 她沒有說完不完啦 她沒有說完不完啦 她說很安全 你們這些錢好像 我家裡一塊肉 我會幫妳好好保護 然後 北大學先拍照 哇 讚 沒人在拍照 美國的 中國的工軍的一個上校 聽到這句話 回去睡不著 她 沒想到都不對 妳美國的副總統說 她說妳搬哪一塊肉 我敢不敢用手幫妳搖 搖 搖那塊肉搖出來 可以搖嗎 搖不搖 搖不搖 妳還可以搖 財政部跟她說 妳想我還是傻子喔 我買這麼多 燉這麼多 美國幫妳買 我不要 美國的財政部部長說 妳不買 沒有關係 我自己買 還記得那天 中國的財政部長說 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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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 她想想 妳美國買 還買到妳自己的債券 唯一的一個方法是什麼 印美鈔 美鈔越運越多 貶值 妳欠我這麼多錢 我就是在你補去 不要 妳還沒辦法 還沒辦法 所以 妳說會見證嗎 絕對不會見證 所以妳一點 妳心裡面的那一些 恐懼的因素 要去掉 去掉以後 我們就叫法律 來向美國 抗誤 我們現在抗中華民國 我說中華民國老大 我告訴妳 二月二月我們抗誤對不對 美國法律 就通知 美國的國務院 通知 中華民國外交部 外交文書 上來中華民國 我剛才說三月三十號上高議 因為這個中間 它要翻譯為中文 上到中華民國外交部 在那個 中統務院在那裡 外交部電音 外交部收起 然後拿這個 配 交給林永樂 林永樂 就是中華民國外交部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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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拿到的時候 外交部 外交部 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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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 偶然 外交出來 邦尼 外交媒 使用外交 intriguing 外交個公園 外交通 外交аю 外交通 jemand 零 外交通 一定要答覆 就是要來寫答辯狀 這段文我都鋪在我們的網站 四月十八 美國國務院偏偏 跟頭一次我們顧美國一樣 他跟他說 國家免數 就是國家不用封隔 沒有錯 他講的沒有錯 但很抱歉 我沒有跟你顧國家 我是你自己顧什麼 人權 我們第一次也是顧人權 所以換言 跟美國國務院說 人是顧你人權的 你要來回答 所以四月十八 照你來說 我們是五月十七 要寫出答辯 但是我今天這個動畫 要說三早 因為譬如說他拒收對不對 但是換言跟他說 五月三十號 我們是五月十七號 十八號 給他回答 現在回答的時候 在網上都看得到 我今天說他去看我們的議員 就知道要跟我們說什麼 所以我們馬上跟換言說 我稍等 你中華民國五月三十要回答 我本來是五月十七 不好意思 你要換言一五月 美國的法官表示 樂於讓台灣民主 延一個月再回答 這樣中華民國就沒有責 沒有辦法 法官如果說 台灣人的中華民國國際有效 身份證 身份證 有效 你看他發生什麼事 台灣 民政務執政 民政務執政是一定的 民政務執政是一定的 但是問題是 現在台灣人說話 現在又說話 可有可能 你若無本部隊 要把它掛出來 我告訴你 你要知道 用一支筆 比千軍萬馬厲害 你們知道嗎 這要下課了 總算有一點反應 明天就繼續說 這片以來給你們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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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